朋友是有时间段的 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 人到了一定的时间 就会遇到朋友的淘汰期 姐妹们好久不见了 出来喝杯东西吗 不好意思呀 今天加班 我还要带娃呢 改天约 曾经十几年的朋友 你觉得会是一辈子 但很奇怪 缘分有时候就不见了 我们并非真的有矛盾 就是因为各自的生活 渐行渐远 但有些朋友 就真的可以一直延续 宝宝 小姐 我来到你附近收租了 我刚运动完 离我上班还有半小时 我来见你吧 只有半小时的时间 一般人都会休息一下 可是 我们还是见面了 还有半小时 我就要回去工作了 那 够我们喝杯奶茶 谢谢宝贝 友情 也是需要花时间经营的 去珍惜你觉得很对的朋友吧 哇 经理 你真是个好酷哦 谢谢 哎 再说我表现的男人婆 你刚不还说别人好看吗 这不客套话吗 好歹是个经理呀 这么帅 不当明星 可惜了呀 哎 房东 伟伦 这是我们社区资源活动的报名表 你看看要不要参加 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我肯定会参加的 哦对了 你这个月房租还没加哦 那我明天发个公司电脑给你转啊 行 那我先走了 哎 房东 哇 房东姐姐 你今天真是奇葩 可以真搭 真贵气 谢谢 穿这么土 真以为自己有钱 拿不起哦 是 我就只要一个新房子怎么样 就吹 吹 吹 我先把它调到别的部门试试吧 我们这次跟社区活动合作 主要负责设计和推文工作 虽然是非盈利的 但是能获得好口碑 很高兴这次跟贵司合作 能够参与到这么有意义的事情里面来 这是我们团队已经转过来的策划 他为这次活动做了一个初步的策划书 不错 我很满意 懂得把公益活动和最近的热点结合起来 贵司果然专业 谢谢您的认可 所以说 有时候 跟不同人合作 确实能碰出不一样的火花 对啊 他之前在我那里就写得特别好 但是啊 工作人员太饱喝了 我就没好意思当我资源了 那我还是得好好谢谢你啊 那个一天 他老是抢我东西 抢完资源又抢了 可是那个策划不是你自己不要的吗 我该帮他讲话是吧 他今天那个男人 还在那里唱一盒真的是恶心 谁叫人家能力强呢 强 笑死了 他就运气好才当下的经历 你别生气 职场上表里不一的人多了去了 什么 你们都要学校报名 这房确实还可以 我觉得还行 房东你这 怎么了 房东你过来一下 刚才看房的人多 我不好多说 你这房子下水倒有问题 可能是师傅没有处理好 等下他们走到细肉坚确 肯定会有很大的意见 下次还是要检查清楚啊 抱歉抱歉 可能这层管理员没有检查清楚 谢谢你的提醒 以后注意吧 先生 我先带您去看别的房型吧 好 嗯 这间房就不错 租金多少 两千五 两千就好了 外加第一个人免你租 刚刚谢谢你了 嘿嘿 不客气 那我们签合同吧 好 那我先走了 小卷 这么低的租金给他就算了 还给他免一个月月租啊 有些生意不计成本也得做 赢得别人的心才是最重要的 嗯 也对 这个人看起来还挺靠谱的 哎 小新 你是在你朋友过来看看我们写字楼吗 哎呀 不用看 信得过去 听小新说 你这房东特别靠谱 这一整层写字楼我就都租下来了 够爽快 那我请你们吃个饭吧 哈哈 哦 新哥 你这么慢力推这个楼盘 就是为了这顿饭吧 哈哈 什么时候答应做我女朋友啊 讨厌 人家还在考察期啦 我们才认识没多久 人家可是个坚持的女孩子 好好好 我给你时间 哎呀 小马哥 你就是脱单啦 没有 我们只是好朋友 对对对 相互了解中吗 不急不急 哎 莎莎 这个送给你 哇 谢谢小和 哦不 谢谢小马 你叫我什么 没有没有 你听错了 哎 我觉得那个女生 不简单啊 哎 不许你这么说 女人 她连你名字都喊错啦 怕是有好几个人 同时在挑呢 这有什么 我这么帅又没 哪怕金刚最后再做 最后还不是我赢 呃 你真的是自恋粉色永不敢 她完全照着我的顺废上 我相信我的眼光 不会错的 你真的是不撞男抢不回头 我看人的眼光才准呢 哦 男不强 你喜欢我 呃 我好像谈恋爱了 谁啊 他 我劝你还死心吧 为什么 他经常在微信上给我发可爱的表情 肯定是喜欢我 你太天真了 你看他在干嘛 黄哥 最近熬夜很辛苦吧 这杯深茶先给你喝吧 冬哥 我拧不开 哇 好厉害呀 小马哥 怎么这么巧 你走了我刚刚走过的路 哈哈 看来说想多了 他这种女人啊 只会让每个男人都有错觉 以为自己跟他有可能 我不信 他只会一直保持暧昧 什么考察期 都是借口 小马哥 你们在聊什么呀 你看 这是我小马的新包包 可是 太贵了 我买不起 我给你买 把手放下 小姐 你干嘛 我和小马哥是朋友啊 朋友之间送礼物 不是很正常的吗 正常 你到底要干嘛 干嘛欺负人家 我可没有欺负你啊 是你在欺负他 如果你要他给你买东西 也行啊 发个朋友圈 谢谢人家 这 记得不要摄置分组和屏币哦 算了 爱送不送 神经币 哼 你看看 我就说他不简单吗 所以 他上次喊作的名字是 可是我真的很想要那个包嘛 讨厌 我可不可以换个小号发嘛 不可以 我可以换个小号发嘛 我可以换个小号发嘛 我可以换个小号发 宁舍路纸 别乱 我 broadcast 优优独播 过 Tim ? 感谢观看